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自驾朋友祝福频道,我是夏天,我,花姐 后面那一位是邵总,看了上期视频的朋友就应该认识邵总了 我们今天是在这里来参观他的这个老宅 哎呀,太有年代感,而且保存的相当完整的 如果喜欢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上期内容 我们今天在这一会儿呢,去参观一下邵总他们家的那个翡翠 然后给我们也教一些知识,这个翡翠是怎么样区别,怎么样分辨的 走着,走着 这就是邵总他们家的繁石珠宝,缅甸翡翠,更衣木雕 我们进去参观一下 其实我们昨天晚上就在邵总他们家吃的饭,好大的庭院 这是他们,这个前面是他们的展厅 这些黄色的琥珀啊 嗯 是,缅甸的琥珀 缅甸的琥珀 缅甸的琥珀呢,像你们新,那个新疆有和谐液嘛 对对对 和谐液是很好的那个籽料 嗯 又是,也是那个非常非常那个细小的,带皮的那种,现在都没有了嘛 对对对 这个呢,这个呢就是属于那个缅甸的矿坡,这个是那个一个毛料嘛 这倒蘑菇的毛料,里面一丝一丝这个属于柳坦纹 嗯 你看像,像这种,里面就像那个沙尼一样的,这个叫那个蜜 哦,叫蜜 那个千年琥珀,万年蜜蜜,哦,蜜蜜 千年琥珀就是,那个树,松树的那个松脂松油,嗯 低到那个土里面要千年,一千年通过地壳,火山喷发各种 要一千年才能形成这个琥珀 哦 但形成这个蜜蜜要上万年,哦 这个有讲究,因为缅甸这个地方矿场资源特别特别丰富 嗯,这个有虫子,这个就是小蚊子,飞进去 飞进去以后,你看,就就就形成化石了 嗯,下面那个是树叶的粉墙 嗯,这个呢,这个这个就是,哇,这能拍出来吗?这里面有个小虫 嗯 我闺蜜老说,我说我皮肤好,我说我,这就是小虫 拿这个,拿这个,拿这个,拿这个糊 哦 想得起来,我就用这样刮脸,当刮沙板 嗯,这个也叫那个金,金蓝泡 嗯,你看,这个是金色的嘛,嗯,放到这里就变成蓝了,你看 哦,都有,都有变色效应,金蓝泡 嗯,天然的东西都就是那么神奇,对,这是琥珀的一种 这种算是最好的金蓝泡了,金蓝泡 这种就在一个差不多一百块钱一克左右 一百块一克 像这样一大个,这个就是在个三十克,就是那么大一块就三千块钱 嗯,所以价格还是比较优惠,这个,这个是最好的了 嗯,像差一点的这种,对 差一点的这种嘛,这种就在个七十块左右一克 嗯,像这个就是有三十七,十七克,十七克就是 嗯,差不多一千块钱左右,嗯,大一个,就是 这个,这个东西是磨牙板 这个,这个琥珀当中一种 嗯,我们这边小孩,两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出 我们的药用价值,嗯,就是这个东西 普通一点是什么样的,普通一点的啊 对,特别普通的,嗯 这里面还有这么大 嗯,很大,一会精品在里面,哦,精品在这里面 嗯,这个是诺种,诺多兰 诺多兰,嗯 像这么紫多兰一块的,这个就是九百六十块钱,哦 看连凋风嘛,性价比都是很高的,嗯 像这块呢,属于诺冰,诺冰 诺冰嘛,嗯,比那个,这个诺种要好很多,带一点点力 再透,这个越贵一点,这个是四千多块钱,哦 像这样一个,嗯,然后,你看,这个就是比较紫的了,嗯 这是不是也属于诺种,对,这个是诺种,你看,这个多聪明啊 这个,一学一学就,就会了,嗯,因为,冰种是这种 待会我再跟你们讲,玻璃种,嗯,一会,你看,这种是冰种 哦,冰种,嗯,非常透了,特别透,特别透亮的,像这种,这么,你雕工啊,品质啊,都很好的 像这个就在一千多块左右,也是冰种,嗯 这个葫芦,这个是夏天的爆款,嗯,冰种,嗯,像这两个,你看 你,你这样看,你就能对比出来了,对 要是,这个,这个有这个大,嗯,这个可能要两万多了,哦 这个就六千多嘛,这个一千五,嗯 所以,区别,对,这个翡翠,还是区别很大 邵总,你们经营这个,翡翠是几代人吗 老一辈就开始做了,嗯 到现在应该做了四十多年了吧,嗯 嗯,嗯,嗯,这种,就是属于一般的,嗯,一般品质的 我们毛料,整块毛料下来,嗯,都是有个流程的,嗯 先做界面,嗯,做完界面嘛,做手握,嗯 都要不要有毛病,做完手握嘛,就是做挂件 就是刚才外面给你们看那种挂件那些了,嗯 做完那些挂件以后呢,就做那个,手握件 就是用手握件,手握件,你看,像细雕这些地方嘛,嗯 都就是有毛病啊,有杂质,它会细雕 嗯,所以以后你们显购的时候,假如说一个挂件 要雕得很细的,那肯定是有毛病的,哦 那那个,因为像我们家,我们也是跟客人说明的 嗯,就是说细雕的肯定是有毛病,才会细雕 嗯,要是好的翡翠,就是一个褂件,像刚才外面给你们看 对对,一个瓜或者什么形状,那个就是完全,每一五小嘛 对,都不需要去修饰的,对,不用用,完全用太多的去修饰 对,因为是,最后做的这些东西嘛,肯定是有毛病,才会,才会做很多 嗯,所以鞋翡翠也这个结架,嗯,就是要大观面的,对 就是雕工那个,就是少的,雕刻的越少越好,越少越好的,嗯 嗯,这些就是金银,哇,哇,燃燃眼啊,嗯,就是,太漂亮了,哈哈哈,很闪眼,嗯, 对,翡翠呢,就是糯种,冰种,玻璃种,嗯,这是三大个划分,但是呢,要细分,能分几十种,哦 哦,像这个叫糯种,这个就很干,对,你看,糯种,这个糯种,你看,很简单,我给你再给你看看,你看,现在会分一些了,已经,哈哈哈,你看,对,能看出来了,对,这是冰种,哦,对,可以取分,你看,这冰种就相当透了,这个也是冰种,你看这个,这个,这个,对,反正你们写的时候,就是,尤其是挂简,嗯,就是,要是夜简的, 简单的雕刻是夜好的,嗯,要是很复杂的,那你就要小心,肯定是有毛病,种呢,刚才给你看了,最高的就是这种玻璃种,对,玻璃种,像这种玻璃种呢,嗯,一般来说,这种玻璃种,要做成,一个镯子,嗯,这种,那么大一个镯子的话,那个,要过百,哦,成本的要过百,嗯,对,这种,都是很透的,你看看,嗯,嗯, 对,然后呢,讲一下,跟你们讲,有色,色呢,你看,像这个,这个色叫豆色,豆色,豆色,豆色呢,就是有点像那个四季豆那种颜色,哦,就是不是那么利,嗯,你要单看,这个你在这个位置看,不要看这些,嗯,觉得还挺绿的,很好看,对,但是呢,你跟这个一比,对比就,嗯,对,就比较,这个稍微深一点点的利,我跟你说,嗯,那你这个就一点色都没有了,哎,对, 对,翡翠,买翡翠还有一个结枪,你不懂不怕,你拿来一起比,这个呢,又比这个,这个又,比它又绿一些,又绿一些,对,嗯,你看,这个比的话,这个小的也比这个好很多了,对,这个平洋口,嗯,这个色,这个能达到个八分了,哦,八分色,这个七分色,刚才我跟你说过两分了,四分啊,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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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了,因为,其实翡翠都不讲大小,讲那个,色的浓度来分,嗯,再跟你讲十分色, 十分色的这个,这个就叫帝王粒最好的颜色,帝王绿,嗯,这个粒,很正,市面上你很少,基本上到达收藏级别的就是这种的,像这个现在市场价值能有多少,这个要150,150左右,嗯,这种,这样的镯子基本上很少,没有的,油也要在个,3000万以上,嗯,3000万以上,这种镯子,哦,镯子,哦,镯子,哦,镯子, 对,就是,这两个,一般来说,有些可能会写,写这个,但是像一般懂的还写这个,因为翡翠嘛,先讲肿,后讲色,哦,你肿好的,什么时候看,都是好看的,嗯,这个是糯冰,这个是高冰,嗯,高冰,但是外面有可能人家接上这种是玻璃种,但这种打不到,嗯,嗯,嗯,这种玻璃种要打到,那项链那种才是玻璃种,嗯,嗯,嗯,但是项链那个玻璃种做成这种光音价格,就很高, 贵了,嗯,因为是比较少嘛,嗯,你看这两个,一般来说,外行人就是显色,内行也显肿,但是,你刚才给你看的,这个,还有这个,嗯,都是种色技嘉的,对,那个,那,那,那就是极品啊,对,种也好,色也好,嗯,这种就是比较难的,很少,很少的,嗯,嗯,就是,木翠也是比较,刚才我看你,你博,你博餐带那个就是平安五十盘,一看我说是不是,嗯,嗯,那个,那个,那个,还是很好看,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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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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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搞到戒指 这个紫的一个桌子 那个桌子要过摆 也要过摆 这是冰种的 红色的墨种的 就是很好看 这种透亮一些 这个是九万多 对的 但是 这个种好 这个色好 还是有区别 你要是说这个种 当然这个色 那就更好了 因为翡翠 人无完人义无完仪 对 你要长青春痘 长枝 长各种 都要有的嘛 那翡翠 完全也有这些 要你没有这些装饰 那就是假的了 其实我这说话特别值 就是前两年也有客人拿着东西来 给我看的 一看就是那个假的嘛 假的是怎么整的 就是通过很差的毛料 通过酸洗 酸先浸泡 浸泡了以后 把气厨里面砸着 再注上胶 再打上那个颜色 很假 其实那个成本啊 基本上就是五六十块的成本 有些会买到一两千 有些更几千 更离谱 对 因为一看 搅的真不了 真的搅不了 说实话就是 你一看就是很 太漂亮的那种就属于假的 就是这么说的 实际长的就会干掉 或者各种的什么的 因为天然的东西 你看有这些棉又是很正常的 对吧 一般的就是看着很漂亮的 买的价格又跟那个食物有级别 那你绝对上大 对 因为往往你好多东西嘛 你不贪 你觉得不会下大 对 所以不能占便宜 是吧 可以 今天学到了好多知识 对 像你们嘛 都是都可以这样玩玩 都在那个低风险地方这样拿回玩 我觉得很好很好 真的是 还可以每天看见你们的那个视频啊 那个露的那种 以后我们就照着这个线路啊 我们当时也说的就是我们这样的周游全国 然后以后走世界啊 走完到老的时候再看一下这些视频啊 你要到八十岁 你看 对 回忆 我觉得 爱棒了 比零什么都那个呢 一个你有这个信念的话你就更健康嘛 是吧 我跟我妹说等到我们老的都没有牙了 然后看着这个视频 还在那笑 感觉太好了 我们现在参观一下邵总家的后院 嗯 很大的一个四合院啊 这也是他们自己买下来的 嗯 这块是多肉 对 我老公就超级喜欢自己盆景 那这个盆景都是自己拍的 他自己买书来自己发 这些花全都是邵总的爱人康总自己争的 嗯 你看 对 而且他们家也用了很多的老物件 对 超阴光 我看一下那个灯多种 那这里面也是康总自己设计的 今天我们的下午茶就在这里 好 今天在这喝下午茶 嗯 今天在这里喝下午茶 真正 嗯 我要在那边背上 下午茶 这个昨天晚上我们喝茶是在这里 对 我们昨天在这喝了茶 嗯 看这房间 全都是康总自己设计的 我觉得太有才了 嗯 啊 又有情怀 自己又有才 像是喜欢 你看这种就是他们 逃过来的老物件了 嗯 老康 老康 嗯 昨天晚上我们在这吃的火锅 哈哈 然后你看这个扁 这个也有一百多年了 对 也是都收藏过来的 然后还有这儿 我觉得 把这楼件放到他现在的房子里面 很好啊 对 感觉 感觉非常棒 嗯 啊 最主要是这些是他自己设计的房子 让我真的很惊讶啊 对 而且是没有学过啊 只是凭着自己的喜好 嗯 设计出来非常好看 对 原来设计师问他要五十万 对 设计师 结果他们自己设计了 嗯 刚花了二十万 对 可以啊 哎有财有财 嗯 邵总和康总夫妻俩人也特别热情啊 特别好 特别喜欢交朋友 所以说我们刚一认识以后 招待我们两天了 哈哈哈 也带我们去逛啊 跟我们去讲解啊 很多的这些藤冲的历史啊 文化介绍了很多 还说我们这次因为马上走了 如果不走的话 他会带我们去更多的地方转 我们就说下次再来藤冲的话 一定要再到邵总这儿来 对 如果网友朋友们来到藤冲网啊 也可以到邵总家来评评茶 然后赏赏花看看翡翠 哈哈哈 好了 那今天我们视频就先拍到这了 喜欢朋友帮忙点赞关注转发哦 明天再见 拜拜